那假如说我们过去的就让它过去 不要去想 未来的还没到 你也不要策划 你策划就赶不上变化 变化很快 那现在也不住 我们说现在已经够了 现在又够了 现在又够了 它堕不住了 没有过去心 没有未来心 没有现在心 三心都没有 三世射受我们不住 把我们捏不住 射受不住 我们整个佛性都呈现了 所以最理想就是当下 当下没有过去 没有未来 没有现在 我们说要生活在当下 就是在说这个 只是说不好解说 下面有说当下 不好去解说 所以会讲说 十四古今 不理当年 十四就是说 过去世 过去世 现在是未来是三世 那三世各有三世 就九世了 加我们一念 就十四 那十四 不管是古时候 不管是现在 不管是以后 它都离不开我们当下之一个念头 我们当下这个念头 它万万年 千千万万年 所以我们当下这个念头 它已经包含 一万年前 一万年后 都在这里 所以叫当下 我们就是要佛在当下 那个就是已经全部都是 跟佛没有两样 没有缺欠 全部都跟佛一样的 就是我们不肯当下承担 不肯承担 我们还有很多心思 我当下来没做 我当下来要做什么 我还有希望 有这么多的那一些 杂思 杂念 妄想 所以就没有办法佛在当下